一世是七十年,三世是二百年,所以打入地獄,佛教啊,所以你做教師,不要誤人精 另外,神仙道,又有一個教師,為什麼呢? 因為教師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命運,改變, change the life of the children,所以就是神仙道 所以我覺得教師,教育是功德事業,你可以改變一個小的孩子, change the life or you destroy the life 所以教育是功德事業,既可以拯救創生,change the life, save the life, and destroy the life 我覺得教育是最重要的目的,the ultimate goal of education is change the life of the students, of the children 改變學生的命運,才是教育最重要的目的,你可以看到嗎? 這是沒有一個信用的 我覺得學會特別打破框架,我希望學生出人投機,會得精彩,不枉此生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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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